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 简称TMS T中高中阶段的学生 透过多元始作 试心发展的方式 培养影视音专业技能 六年来孕育80多名毕业生 陆续投入相关领域 并持续进修发展 这次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联合办学 将机构成为台湾最独特的影视音培育摇篮 北约北约他们有很好的专业设备 产业设备 比如说北约可以提供我们 灯光各种表演训练 然后北约可以提供我们那种 音乐方面的音响方面 就是它可以提供我们 蛮多技术方面的资源跟课程 还有也可以提供蛮多的实习机会 最后来就决定说 让这两个 几乎是顶尖刚成立的两个机构 加入我们一起办学 大概是这样 那办学的主体还是我们文化基金会的 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机构在办 那至于课程我们去已经开始一年了 包括我个人开的那个编剧课 在线上开的编剧课 有25个学生里面有16个是北约的 来自北约的那个一岁节的学生 他们大概都二三十岁 还有九个是我们自己学的 差不多十七八岁 那在线上一起上课这样子 这个就是处于那种比较具体的 已经开始上课 所以我们认识的时间是在小学 差不多三四年级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各自吸取了不同的养分 好像都在不同的领域发生事情 可是我们一直都有交集 包括在十几年前 我也是因为接受她女儿跟儿子的访问 当她女儿跟我讲说 我爸爸是你的小时候朋友 我吓一跳 我说你不是外国人的脸 就你爸爸是我的同学 然后后来我就跟陈琳哥 就不要再接触到 所以这几年当中 不管是音乐圈的朋友 想要咨询很多的 有关实验学校的问题 其实我都会跟天联我 所以好像在做不同领域的事情 但却又坚持同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很开心的这个机会 站在这里 那我也要谢谢歌市长 就是歌市长一直给我们很多的耐心跟包容 尤其我们在2020年4月份 开始领域到今天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表演厅跟现代的文化馆 这个是属于精英场地的部分 那即将接下来要展现在各位面前的产业区 其实就包括了 我们很希望有的育成中心 然后还有结合了产业链当中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 变成一条生产线 然后当然还有大家期待的 包括有音乐餐厅 以及很多跟音乐旅行相关文化 都会在这里 展现在各位面前 当然在教育的时候 我们会从普及艺能 一直到专业程序 也会结合各个相关科系 希望也能为旅行音乐产业 尽一份心意 我相信有时候人生走的路 跟我们的期许可能不一样 但是跟我们的愿力会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周小远 周市长和大家自己讲 大家心中有一个愿 而愿的愿 不管是条路怎么往前走 多少的坎坷 多少的困难 但是走愿意在结合 真的是不一样 其实今天来看到这些同学的时候 就像刚刚乔安 对 又才觉得这是真的 没有这件事情 生命是真的 没有前面的道路 孩子没有今天讲 那当然 就回到本义那个时候 在面对这个 要联合办学的计划的时候 然后我珍珍的时候 我们上来的办事 我们说 我们可以有孩子们到这里来 学习当实习课程 他们就说 不行他们太小了 很多的课程其实有点危险 到外界灯光的器材 这么多专业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 可是我们一定要缺乏这点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们 在上来的时候 我们本义其实有个很棒的人 叫做王孟超 谢谢王孟超 他就说 现在这个疫情很严重 我们有个什么 灰熙船计划 这个灰熙船计划里面 有个课程叫做 无下线学院 无下线的意思 就是一定要在什么 线上 那有的时候就这样 真正的轮机 转机是来自于轮机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疫情 本一也遇到了这个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 让大家来这边看表演了 我们就转成了 多数都是线上的 不管是艺术节 艺术节 儿艺节 不会转成线上的 现场也邀请毕业校友 分享上课心得 今天是在我高中这个阶段 我接触到实验教育 是我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因为在这里的过去 我都是在体制内教育学习 然后体制内教育 让我习惯了很多事情 都按照别人的安排去做 然后很多事情 都是要去符合别人对我的期待 但是来到这里以后才发现 原来成绩 并不是唯一可以奉量一个 经常人的价值的标准 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 其实找到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全心全意的投入去做 才是我认为最可贵的事 然后在这个TMS学习的时候 我和所有的青少年一样 我都会经历碰撞 经历挫折的 但是在这里我都会去害怕强势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最安全的环境 我会不用害怕去面对挫折 然后来到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爸妈 我的爸妈也是在品视产业内工作的 然后他们观察到我是一个 需要在实作中学习的孩子 所以他们鼓励我来这里尝试看看 我觉得家长在念TMS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支持 然后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才可以在这里就是无忧无力的去摸索 然后去体验每件事情 加上在念的学习 这里的环境其实是 只要你主动争取机会 你就可以获得很多 看业界接轨的实习经验感 TMS在北流北易住一臂之力之下 渴望开创实验教育精彩未来 第七届新生也正热烈招生中 欢迎对影视音领域充满热忱与好奇 期待多元自主学习生活的 国中毕业生加入行列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